在古埃及形成统一国家,由法老统治的三千年历史中,虽然有过几位女性法老,但她们大多是在王朝衰落,王室血脉稀少的时候被迫继承王位,而且执政时间很短。 唯一能在王朝鼎盛时期执政的女性法老,是十八王朝的哈特谢普苏特。 她在公元前1503年到前1482年在位。 这位十八王朝的女法老级具传奇色彩,她嫁给了自己的弟弟,她取代自己的妓子或者说侄子,登上王位,她开拓了古埃及的海外贸易,带领国家走向了繁荣,她的死甚至死后葬哪里都充满了谜团和争议。 今天就来说说这位古埃及女法老的传奇一生。 古埃及王室有一个特别的荤俗传统,就是法老的血亲通婚。 他们声称自己是神的后代,血亲可以保持王室血脉的纯正。 无论是兄弟姐妹,还是妇女,母子,甚至祖孙,为了维护皇权都可以结为夫妻。 通常情况下,上一任法老的女儿会嫁给新任法老,成为大王后,而法老又是世袭的,所以新法老很可能娶的就是自己的亲姐妹。 血亲通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她不仅娶了她的姐妹,还娶了她的几个女儿。 公元前十五世纪,哈特谢普苏特出生在古埃及王室。 她的父亲是法老图特摩斯一世,母亲是雅赫摩斯大王后。 图特摩斯一世嫁崩时,她的另一个妻子所生的儿子,图特摩斯二世继承了王位。 而哈特谢普苏特,作为图特摩斯二世的同父一母姐姐,依照惯例嫁给了她,成为大王后。 哈特谢普苏特和图特摩斯二世只有一个孩子,女儿妹妇卢尔。 按照传统,她也准备嫁给她的同父一母弟弟,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埃及拿破仑的图特摩斯三世。 不过内夫卢尔可能早要了,这装亲时就没有成真。 图特摩斯二世体若多病,和哈特谢普苏特结婚没几年,就病死了。 她述出的儿子,图特摩斯三世,因为大王后哈特谢普苏特没有儿子,被立为新法老。 当时她年纪太小了,哈特谢普苏特顺理成章地垂帘听政,成为摄政王,把持朝政。 但她并不满足于此,她要成为真正的法老。 哈特谢普苏特没有杀掉或废掉图特摩斯三世,先是让她去神殿里学习,后来又把她放逐到守卫边疆的军队里。 为了成为合法的法老,她和神殿的人合作,宣传自己是众神之王阿蒙神的亲生女儿。 阿蒙神曾变成她的父亲图特摩斯一世,与她的母亲雅赫摩斯大王后交合,从而孕育了她。 哈特谢普苏特是血脉意义上的神的女儿,因此她的统治不需要依靠与图特摩斯二世的婚姻来确立合法性。 为了加强这一宣称,她在雕刻和神庙石碑上都用男性形象来表现自己。 此外,她在神庙的石碑顶部放置许多金盘,反射太阳光芒,以象征她与太阳神的亲密关系。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她开始女扮男装,并命令所有人使用男性代名词来称呼她。 这样的举动可能是为了强化她在当时男性主导的法老统治体系中的地位,让她更容易被接受和尊重。 但是,哈特谢普苏特登上法老之位时,也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女性身份。 她使用了男性化的王室头衔,但有时也会用女性的代词。 她的艺术肖像有时也会显示出女性的身体特征,只是加上了法老的标志性装饰。 她甚至被描绘成男女两性合一的形象,可能是为了表达一种神秘的双重本质。 通过这些手段,哈特谢普苏特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法老地位。 成为法老后,哈特谢普苏特没有继续前几代法老的对外征战的做法,而是选择了和平与发展的道路。 她不再扩张领土,而是专注于改善民生,促进经济。 古埃及的贸易受限于当时的交通工具和环境,商队只能在小范围内活动。 他们向东到西亚叙利亚地区,向西到利比亚,向南到努比亚王国。 哈特谢普苏特女王恢复了被席科索斯人入侵中断的贸易路线。 其中最有名的是通往庞特国的海上贸易路线。 庞特国非常神秘,如果没有哈特谢普苏特,他可能不为世人所知。 庞特国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部落,是有什么民族建立的,何时兴起和衰落的,都没有确切的记录。 他的位置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大约在索马里一带。 庞特国距古埃及约2000公里。 黄金、木材和香料非常丰富。 为了确保这次远航的成功,哈特谢普苏特精心筹备里支由五艘船组成的舰队,每艘船都有21米长左右。 他还特别委派了自己的头号大臣塞内穆特作为船队的指挥官,负责管理整个海上贸易路线的事物。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塞内穆特,他是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一个人物,女法老的亲人。 他原本是一介平民,与哈特谢普苏特相遇时,女法老还没结婚,塞内穆特也只是朝廷中的一个小官。 塞内穆特对哈特谢普苏特忠心耿耿,全力支持他的统治。 他凭借自己的才干成为哈特谢普苏特王朝的首席大臣和智囊团,担任二十多个职务,管理皇室和神殿的财政,监督各地的神庙建筑工程。 他甚至还是哈特谢普苏特唯一孩子内夫卢尔的导师。 塞内穆特的墓中至少有十座以上的雕像是在描绘他与哈特谢普苏特的女儿内夫卢拉的亲密关系。 雕像中,他脸上充满了慈爱,把内夫卢拉抱在怀里,而内夫卢拉则依偎在他身上, 享受着父爱般的温暖。 这让学者们怀疑他是否是内夫卢拉的生父。 没有始料能证实在内穆特和哈特谢普苏特是亲人关系。 但是,有两个间接的证据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 一是塞内穆特的墓地位于德尔巴赫里,紧邻哈特谢普苏特的神庙。 塞内穆特就是这座神庙的建筑师,他可能早就打算安葬在这里,而哈特谢普苏特也同意了他的请求。 二是塞内穆特和哈特谢普苏特的石棺是成队设计的,就像情侣戒指一样。 这说明他们在死后也想相伴相守。 另外,哈特谢普苏特神庙中有一幅生动的壁画,展示了一对男女在亲密交融的场景。 有人认为这对男女就是塞内穆特和哈特谢普苏特。 回到在塞内穆特的带领下,船队在夏季启程,由红海南下前往庞特国。 当年年底,他们成功地返回了埃及,带回了各种各样的货物。 据记载,除了金子、乌木、象牙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物品外, 这次远征还带回了庞特最珍贵的香料、梅药书的种子。 哈特谢普苏特命令人们把种子种在了宫殿附近,这些树茁壮地生长了起来。 哈特谢普苏特非常难以这次远航,把庞特之行的细节刻在了德尔巴赫里的石雕和文献上。 在他的亭陵庙里展示了一些红海鱼类的壁画, 这是他向人民和世界宣告他曾经到过红海的证据。 近20年时间里,哈特谢普苏特致力于发展经济, 使国家从战争中恢复,人口和财富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然而,变故发生在哈特谢普苏特统治的第22年, 他那失事已久的侄子图特摩斯三世突然重新掌权。 这位杰出的女法佬就此消失,连他的情人塞内木特也同时不见了。 历史学家无法说明哈特谢普苏特是怎么失事的,也不知道他的死因。 但有证据显示,图特摩斯三世重新掌权, 与他在姑妈的统治末期担任军队领袖有关。 在哈特谢普苏特去世后, 他的名字和形象并没有立即从纪念碑上擦除, 而是在图特摩斯三世独自执政于20年后才开始遭到破坏。 这一点与主流观点不太一样。 图特摩斯三世心怀怨恨,要消除哈特谢普苏特的痕迹。 在古埃及的宗教和信仰体系中, 人们相信一个人的名字是与其灵魂紧密联系的。 在来世的信仰中,人的灵魂会继续存在, 并进入另一个世界, 被称为阿努比斯的监护下的地下世界。 然而,在来世中, 一个人的灵魂需要继续得到关注和记忆, 才能确保其存在和生存。 因此,古埃及人相信, 只要某人的名字在人们的记忆中保留, 他们的灵魂就能继续存在于来世。 如果某人的名字被从纪念碑、文献或任何其他记录中擦除, 就意味着他们的灵魂将在来世中消亡, 无法得到继续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在古埃及, 当一个统治者不喜欢或想要否定之前的统治者时, 他们可能会采取抹去前任统治者名字的措施。 这种行为是对前任统治者的一种否定和辱骂, 暗示其灵魂将在来世中被抹出, 而他们的统治也将被抹去。 这被视为一种严重的侮辱, 因为在古埃及文化中对灵魂的尊重和记忆至关重要。 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对哈特谢普苏特的极大侮辱, 证明了托特莫斯三世对他的深深仇恨, 这是让他永世不能超生。 哈特谢普苏特的木乃伊一直是个谜, 在尼罗河西岸的皇家墓地里没有发现他的遗体。 他的木乃伊是否被转移了? 是否还完整保存着? 在帝王国的一个小墓穴里, 埃及考古学家于1903年发现了两具木乃伊, 分别装在两个棺材里。 他们推测其中一具可能是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的遗体, 她的姿势和形式显示, 她是皇室成员。 另一具则可能是她的乳母。 他们的推测主要基于对木乃伊牙齿和身体特征的分析。 埃及文化部长在2007年宣布, 他们在墓中找到的就是哈特谢普苏特的木乃伊。 通过现代的技术手段, 他们发现这具木乃伊的牙床和一枚装在哈特谢普苏特陶冠里的旧尺完全匹配。 考古街认为, 这是自图坦卡蒙法老的墓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哈特谢普苏特是古埃及历史上最杰出的女法老之一, 她用拉蒙神之女的身份, 挑战了男性主导的社会秩序, 成为了埃及最有权势和最成功的女性统治者之一。 在她的统治下, 埃及享受了和平与繁荣, 开展了广泛的对外贸易和建筑工程。 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和神秘, 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和猜测。 今天, 随着考古学和科技的发展, 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这位女法老的真实面貌, 更加深刻地认识她的非凡成就。 如果你对古埃及历史和文化感兴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